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指示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近日有很多人都将谭松韵和居静一的作品放在一起做比较 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谭松韵和居静一都是目前娱乐圈里边的单红小花 都具有不错的流量和关注度 加上他们最近确实是都有作品在播出的 自然就会经常被拿出来比较了 比如说就有很多人认为 谭松韵应该要比居静一更火一些 作品成绩也应该更好一些 可是谭松韵的新剧《亲爱的麻洋街》 却没有居静一的新剧如意芳菲的热度要高 根据这两部剧的关注度和热度来看的话 的确是这样的 谭松韵虽然之前有一些爆款的作品 但是《亲爱的麻洋街》这部剧却在播出之后反响平平 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 也没有成为大家想象当中的爆款作品 谭松韵和徐维周的CP组合更加没有吸引到观众 还有很多人觉得谭松韵每一次出演的角色人设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新意了 但是《居静一》的如意芳菲就不一样了 这部剧虽然从一开始就被吐槽 但是大家也只是针对于居静一一个人而已 居静一在这部剧当中的表现的确一般 但是他的古装颜值依旧是在线的 而且这一次是他和张哲瀚再度合作古偶剧 默契和CP感都是挺强的 最关键的是霸道总裁和小娇气的故事 即便是放到古代去了 也应该是没有观众会拒绝的 不仅是居静一和张哲瀚备受关注 出演道夫萱的许佳琪 出演五百起的王伦硕 都因为在这部剧当中的精彩表现 而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所以说如意放飞 这部剧虽然算不得是什么爆款作品 但是相比于亲爱的麻洋街来说的话 热度和观众喜爱度都是要高一些的 更重要的是 居静一虽然每次都被吐槽 也有很多人说不喜欢他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他的几部古装剧作品都是有水花的 大部分的观众呢 也都是冲着他的颜值去关注的他 接下来他和曾顺希等人合作的 慕南枝也同样令人期待 又是一部古装大女主剧 看妆容和造型 这一次是有改变的 原生台词也令人惊喜 而谭松韵 除了亲爱的麻洋街这部剧的话 他其他的作品成绩都还是不错的 可能真的是作品的问题吧 而不是野人的问题 作为观众 亲爱的麻洋街和如意放飞这两部剧 大家会更加愿意看哪一部呢 扑得一塌糊涂 燕云台成为了影视雷区失败翻本 风云变幻的辽宋纷争 纵横匹烟的妙堂江湖 乃至是勾心斗角的后宫权术 作为一部讲述中国宋朝年间 以雄居北方的七单国里 最富传奇色彩的 萧太后为核心故事的古装剧 燕云台在开播之初 就备受到业内关注 只可惜啊 观众信心念念的期待值 并没有换来让大家满意的作品 老旧的人设 俗套的叙事 浮于表面的演技 乃至随处可见的五毛抠图特效 燕云台已经妥妥的扑街了 截至记者发稿的时候 燕云台在豆瓣评分仅为4.8分 作为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萧太后 这个曾在我们过往 以宋朝为主视角的影视作品里面 拥有到强大气场的反派大boss 没错就是杨家将里面 让杨家猪狼们十分头疼的对手 这次成为了燕云台的大女主 叙事视角反转了 我们变成了契丹 宋朝变成敌人 这原本应该是一个 多让人好奇和想看的创作题材 结果呢 正如网友人们的评论说 看了个寂寞呀 一把好牌打得稀烂 槽点一 大女主人设 竟然还玩玛丽苏的傻白甜 从英语台的故事 接下来说的话 他讲述了契丹国铁血红颜 萧燕燕 凭借敢作敢为的性格 深谋远虑的眼镜 在韩德让耶律贤等人的 共同努力之下 将大聊推上了 新盛之路的故事 剧中由唐燕饰演的 女主萧燕燕 是个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从小养成了 敢想敢说敢作的性格 于是该剧一开场 就来了一出女汉子 经过不让须眉的戏码 先跟男子草原摔跤 然后骑马大闹市集 又与欺慕她的韩德让 邂逅英雄救美 一眼万年之类的 玛丽苏剧情 悉数上演 诶等等 难道不是说要讲 萧太后的传奇人生吗 怎么越看越像是一个 刁蛮公主的青春期呢 大拉也有剧集的 支持者对此解释说 作为一个历史的人物 肯定是需要一个铺垫的过程 来阐述她的整个成长 背景和经历的 不可能说一上来 就是老成持重 这种回应呢 其实也说得过去 不过如果把所有的 传奇人物的成长轨迹 都归结为了 历险记的模式的话 那么显然就是一种 偷懒的拍法了 至少从目前的剧集 更新内容来看呢 燕云台更像是一部 披着历史剧外溢的 普通言情剧 至于历史剧最吃重的 朝堂风云 改革图志等内容呢 几乎也只是 蜻蜓点水式的 聊聊几笔 观众的耐心 可能也会在 言情的你浓我浓里面 被消耗的差不多了 槽点二 故事不出彩也就算了 连讲故事的方法 都充满了套路 正如千文所说的那样 燕云台目前更新的 剧集故事 是没有太多心意可言的 几乎还是按照 观众早已经熟悉的 大女主版本 在铺陈故事 如果说故事的内容 做不出到初心的话 那么在讲述的方式 和成见之上 是否可以换点花样呢 毕竟燕云台的故事 可是蒋曾经被我们 恨得牙痒痒的 萧太后啊 如何转变叙述的视角 给观众讲一个 更换立场的好故事 其实是很考验 创作者的功底和诚意的 萧太后何许人也 大辽潮的武则天啊 完全可以说是 及政治 军事 改革等 大才于一身的女强人 在她设政期间呢 疗潮也进入到 最鼎盛的时期 但是关注的期待 最终没有实现 结果就是 燕云台的叙事方法 还是老旧的成套 几乎呢 就是只有这个 大女主肖燕云 这个叙事的视角 与之相关的角色 逐一出场 在扑以画外音的介绍 平铺植树中 来增加一些桥段 去展示女主角的 与众不同 几乎还没有角色 给人过目不忘的印象 大家似乎都是为了 硬衬萧燕云的工具人 草点三 演员演技堪忧 还有五毛抠图特效拖后腿 燕云台的女主角唐燕 应该是国内八五花当中 排名靠前的一位了 人气 实力 演技并重的八五花们 虽然大多数都已经结婚生子了 但是目前大家发展的方向呢 似乎也有了改变 燕云台里面的唐燕 似乎没有让观众看到她 有尝试转换过往 角色定位的想法 尤其是剧集开编出期的 那些玛丽苏的剧情啊 仿佛还是当年在 《下加三千斤》里面的翻版 有报道说啊 唐燕在拍摄燕云台的时候 其实呢 已经是有运在身了 不否认这是很敬业的态度 但是如果可以用敬业 来抵消一个演员 在事业上的野心的话 似乎还是不达手的过去 燕云台另外一个 广受观众诟病的butch 就是那些拙劣的抠图特效 骑马时候的抠图 动作戏的时候也抠图 此外呢 整个剧的画面呈现 更是处处高饱和度的大红大绿 绿巾之下人人都开眉眼 这种强烈的视觉效果 完全无法让观众感受到 历史剧该有的历史厚度和沉淀感 其实实在流行的历史剧的色系 应该是清平月 长安十二时辰 等剧引领的传统写实派 但燕云台似乎没有get到这个潮流 还是走向了 已经让观众审美疲劳的累去了 吃光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先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